大家好,我是仙游居士 四月中旬,东北大地才真正迎来了复苏 院子里的果树都开了花 此时,东北的山林里也迎来了新年的第一轮美食 东北山菜 此刻我们一行人踏上了山里的小路 去采摘大自然的天然美味 在路边先扒一些核桃丘的树皮 留着待会儿绑山菜用 这种红色的蕨类植物我们叫红毛果 这种主干长满刺 顶端发出嫩芽的叫刺嫩芽 而我们能采到最多的是这种和芹菜很像的 叫做大叶芹 顺便给大家做个大科普 青毛果 蕨菜 刺嫩芽 刺五夹 大叶芹 猫爪子 小叶酸酱 大叶酸酱 最后这两种可以直接吃 酸酸的 大概有20分钟 已经采了这么多了 在山里累的时候 看看身边的各种小野花也不失为一种享受 在山里我们也很容易会碰到一些东北的草药 这种叫细生 这是刚发芽的人生 这种是贝木 用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我们已经采了一大袋子 这个季节 现成的找事上 很多农户都会来赶找事 买山菜 这是属于东北的季节 更是属于东北的美食 回到家以后 挑进菜里的泥土 就可以进行烹饪了 刺南芽 刺五夹 猫爪子 可以焯水蘸酱 红毛馆 青毛馆 蕨菜 大叶芹 可以用来炒肉 这是东北农村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在四月想起的美味